你们这群废物 我赵光阴 五人出身 雄起于乱世 屡剑战功 破金湖 灭后蜀 平南汉 收南唐 想不到后代如此无能 一个能打的也没有 白白教训的是 算上爸爸和我 大宋只有三个君王 曾亲赴前线 不对 是五个 太祖爷 君王不能打 臣子能打也行呀 像太祖的使手信 太宗的李继龙 真宗的曹伟 英宗的郭奎 我的张杰 还有完颜 啊 赵构的岳飞 岳飞 武夫根本靠不住 不可能 你后代岳飞 他必不负你 那你当初怎么就 辜负了周世宗呢 无求扯淡 五代时期 军阀混战 哀鸿遍野 我二哥亲手终极了 那个黑暗的时代 是百姓心中的乱世巨星 真正的王者 无必忠于他人 是啊 五代师国遍地土匪 人军吕布 昭为彼尖之臣 慕有君臣之愤 很常见嘛 再说 陈桥兵变 也是事发突然 我奉命出兵 是因为辽国与北汉 联合发兵 敬犯中原 好一招乌梁为道 不愧是你呀 赵颖帝 谁 朕乃气丹人 大名萧绰 小字 艳艳 小艳子 闭嘴 我是皇后娘娘 辽国萧太后 谁把这个女罗刹放进来 这事要打起来了吗 宋辽又要开战了 不要啊 还是义和吧 托头吧 我给钱 我叫爹 他是你那门子的爹 再跟那护士说 你捡穿死你个便损 萧绰 过去的恩怨 我不跟你计较 但这里是大宋辽天群 外国人就不用进来了吧 哦 是怕被我接老底 还是怕打不过啊 萧太后 您这话我就听不懂了 第一个问题 什么老底 刚才有人说 陈桥之变 是为了抗击辽兵 可辽国出兵了吗 怎么宋人的史书都这么说 辽人的辽史 却没有任何记载呢 也许是太祖爷 黄袍加身 把辽兵又下了回去 黄袍加身 是周太祖郭威玩上的把戏 宋太祖一个低配版 又啥好怕的 听说郭威 就是鲁之变的原型 那某人顶多是李逵 李什么 什么逵 那是一部禁书里的角色 写的都是 北宋造反派的魄式 没啥好看的 禁书 回头发我一份 那第二个问题 我宋怎么就打不过你聊了 你宋 你宋军实力 堪比中国男族 这还要问吗 谢谢夸奖 促军运动的确在宋朝 达到了巅峰水准 闭嘴 老子也看 师姐妹 亚洲球队 除了国族 几乎都崛起了 就是 四千多万人的阿根廷夺冠了 真替十四亿人口的 印度感到羞耻 我就不明白 宋军怎么这么废 还不是因为杯酒士兵权 开除了一大批开国武将 开除武将 总好过直接杀掉吧 再说又不是美武将了 很多人既忠诚又能打 比如 王继忠和王超 宋军不能打 是因为大宋的疏密院制度 把调兵权和指挥权分开 这将领和士兵 彼此不熟 原来岳家军彼此不熟啊 依我看 是因为大宋失去了 拢幼这个战马产地 所以 马匹不足 缺马 你咋不说是因为敌军没主动自尽呢 宋朝军事不如汉唐 难道不是赵光一一带的好头吗 怎么不如汉唐 汉唐的皇帝谁比得上二哥 既是战将又是统帅 二哥多牛啊 登基后 免南平之战 历时一周 兵不雪刃 堪称一战封神 你也不差呀 登基后高粱河之战 历时一夜 标行千里 化身一代车神 高粱河之战 是太宗爷第一次北伐战争吧 车神是什么哥 宋史没写呀 没事 廖史写了 赵光义为了鼓舞士气 清零前线指挥 谁知打到一半 就坐着驢车逃命 只花了一晚 就从幽州逃到了桌中 导致宋军群龙无首 伤亡惨重 赵光义 原来这就是你的高光时刻呀 我 我当时大腿中箭 不全身而退 难道做得被辽军卢走 让南宋提前一百多年诞生吗 可谁能在大腿受伤的情况下 仅拼一辆旅车 就跑过了起单的骑兵啊 舒马赫和乐部都要俯首称臣 您不是车神 谁是呀 你也不差呀 逃命的时候一匹尼马都能骑过江 刘备都要膜拜烧香 真是明明自有主宰 好一个天赐的尼马王 你俩要不一起录个宗业 就快跑个兄弟 太祖爷息怒 太宗爷也不是一味逃跑 他后来又发动了第二次北伐战争 可惜这回太宗爷没有亲征 当时萧太后亲自率兵南下 大杀四方 连杨业都被他割下脑袋 到处展览 杨业是被王山害死的 这是赵光义的国呀 他最喜欢干预部队作战 连阵法都要提前规定 还不许将士们随机应变 难怪运筹于深宫之中 质败于千里之外 这么执着阵法 你是全真教的吗 算了 打仗书了 面子没说 至少没向敌人摇尾启合 据辽史记载 纯化五年 赵光义两次派人向辽国求和 来人 把辽史给我烧了 本事不大 脾气不小啊 你除了杀兄录职三历太子 还有哪点配叫太宗啊 杀兄 我忽然想起高兴的是 啥事啊 暗杀你哥 创位成功吗 初音俯升 闹得沸沸扬扬 你俩还能愉快地聊天 换了隔壁李家 早就打得鸡飞狗跳了 二哥 别听他挑拨 咱哥俩骨肉之亲 多年来患难与共 虽然你的光芒经常将我掩盖 可我从未记恨你 兄弟之情 日月可见 没错 你自幼随我长大 一起打江山 谋打夜 三弟 全世界我最相信你 俺也一样 所以那天晚上 我喝的酒 你有没有往里面下毒 怎么会呢 太宗根本没这个能力 你敢质疑我爸的下毒能力 那些臣服大宋的亡国之君 南唐的李玉 南汉的流场 吴越的前处 为啥都莫名其妙地死在了我爸在位时期 你说呀 别说了 未必是下毒 我听说是太宗爷调戏花蕊夫人 被太祖爷发现 于是恼羞成怒 这一不做二不休的 那是野史 哎呀 我有个朋友 想看一看野史 什么野史啊 李毛还太子 抱歉 来晚了 我是本权的报幕员 哦对 大宋第四个皇帝 宋仁宗 赵真 闪闪照共 仁宗 都说您孝顺 人辞脾气好 不会打架 更不会打仗 怎么你也上来就打人 我就是泥人也有个土姓 见不得卑躬屈膝 卖国求荣的无耻恶贼 咳 报告太祖爷 我听说赵构这小子不安好心 打算派人修改史书 把太祖爷的名字和自己的调换一下 啥 什么鬼 我没有啊 这纯属谣言 折送拜拜 咱俩关系最近了 你帮我说说 我有吗 这个嘛 莫须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